众生与我平等 觉悟就是空性 平等的意思 了解自己与一切生命 皆由离苦得乐的基本欲求 并且深信深知 一切生命皆具有圆明的佛性 放生就是基于如此的理念 因此称为大觉悟 离苦得乐的出离心二 佛陀的心子的生命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离开痛苦得到快乐 因为生命的本质是苦 所以为了能够离苦得乐 唯有依循佛陀的教法 开发我们内在的觉性 佛性 才能真正解决生命的问题 极天菩萨曾说过 只要虚空存在 众生存在 我将常住世间 直至世间空境 只要众生的痛苦存在 我将永远不离开 苦丹众生 所以我们要用 哀洒众生的广大胸怀 更要心细净土 让我们的心 与佛陀合为一体 让我们充满力量 用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佛典中曾经说过 当一个人只是 单单思维众生的苦 或忍众生的苦 甚至只是生起 与旧把众生 敌苦得乐的行列 此人的福德 将远超过 欲见天天人的 所有福德 所以即便我们 只是生起一份 救度众生的愿心 而还未付诸实行 但其福德 也已与饭天等齐了 真心希望离苦得乐的人 不能做出违背 道德与良善的行为 更不能伤害一切众生 因为善恶的取舍 与道德良知的持守 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一个懂得谨言盛行的人 才有可能拥抱幸福 美满的一生 我们活着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金钱 感情或者事业 是为了奉献 服务 立即有情 我们生命的意义 是为了要帮助 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最终并引导他们 成就福果 轮回就像战场 而菩萨就是勇猛的战士 我们所要取得的胜利 不只是要战胜自己的烦恼而已 菩萨的真正胜利 是要将一切众生 从轮回的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带领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才是菩萨胜利的荣耀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学习 学习让他人 因为我而得到快乐 以及离开痛苦 这才是我们存活的意义 离苦得乐的出离心三 解脱生死 成就佛道 才是我们学佛的目标 在修行的过程中 一定要清楚知道 修行的目标为何 时常反省自己 检查自心的欲望 是否降低 执着是否淡化 若能渐渐解开烦恼的禅服 我们将能轻易地战胜生死大地 脱离轮回之苦 修学佛法 必须知道真正的敌人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自私的心 那才是生命痛苦的来源 既然学佛了 就要学习转变 转变自私为奉献 转变自私为慈悲 释迦摩尼佛 为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就是一条正觉之道 一条确实帮助众生 离开痛苦 达到究竟解脱的圆满之道 这条正觉之道 才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根本 追求生命的圆满觉悟 才是对生命应有的义务与态度 学佛之后 就要懂得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如何才能创造快乐的生命呢 我们既然都需求快乐 当然也要以同理心 给予一切生命快乐 所以要平等善待一切有情 无情的生命 将慈悲散播于全世界 如果我们懂得用爱 拥抱世界 也就懂得用爱 拥抱自己 学佛绝对不是消极的 学佛是一种大力量的展现 由于知道众生对我们的恩德 所以激起了我们 欲度一切众生的怨心与行为 因此 菩萨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所以称为萨多 而菩萨欲度一切众生同登彼岸 共成佛道 所以称之为菩提萨多 帮助社会 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消灭敌人 无疑就是在消灭自己 世间的因果不虚 我们如何对待世界 世界就会如何的对待我们 我们应该要尽量保持喜乐的心境 善待一切众生 尽量对家人好 对朋友好 对众生好 对环境好 我们对他人越好 自己也将会越好 离苦得乐的出离心 不思 不思是最好的分享模式 懂得不思的人 就是懂得分享的人 而懂得分享的人 也就是懂得生活的人 不思 不思不仅止于物资或钱财的不思 真正的不思 应该是将欢乐 幸福与智慧 毫无保留地与他人分享 只有正确的觉观 才有办法使我们解脱 什么才算正确的觉观呢 认清真相 关照无我 调达公义 如此即是正观 通往幸福与安乐的大门 修行就是一种转换 透过对佛法的文思 熏悉 将自己种种的错误短见 转换成为佛陀深邃 广大的正觉智慧 修行的转换成为我们带来无限的智慧与喜乐 作为在家的修行者 我们的内心应该实时不离佛法 不离佛法的什么呢 不离佛法的逻辑 经常思维缘起 苦、空、无常、无我等异力 让法入心 并且固定每日的佛学功课 让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减低 保持快乐的菩萨心 以此来应对日常中的一切琐事 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呢 以真爱拥抱众生 就是真正的快乐 一位修行人 千万不要将个人摆在第一顺位 真正的修道者 应该是将名义放两旁 众生的安乐放第一 不管遇到再严重的逆境 都可以一笑置之 我们最好的保护装备 就是穿上柔和的忍入衣 挂上真诚的美丽微笑 看见众生只有欢喜 那才是一位快乐的修行人 感恩会让我们感到一切可贵 怨恨会让我们感到处处抵对 一个希望得到快乐的人 就应该先学习感恩 一个希望远离恐怖与危险的人 就应该先消除内心的不平与怨恨 保持喜悦与活跃的心情来努力工作 也是维持健康的方法之一 只要我们保有一颗慈悲利踏的心 自然就会充满干净与活力 我们的身体也将永远保持青春与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忌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心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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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鱼肉 1米 2米 1米 2米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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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 小火 牛肉 小火 有火 鱼 鱼 外面角度 肚子 海驴 先收拾一下 放棄 先放棄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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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9 9 煮米、蚊蚊、鍋子、水、滴汗 大家就 你一圓我一圓 就開始做 大家很趣 做的感覺大家都這樣做很好 你一圓我一圓 大家開始很趣 很趣 也很好做 很好吃 也很方便 大家做販賣 護持功德出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數往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般若波羅蜜 沿著法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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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谢我们法师慈悲来加持法会 更要感谢我们 特别是以我们田店师姐为主的 把我们在大阪地区的这些护法铺上